花莲市公所举办的第一届 原客嘉年华活动 募集了一千多张的摸彩卷 而一号举办了直播的公开抽奖 由习宾饭店总经理王湛斌和市长魏嘉贤 共同抽出了每一个奖项 而市长还加码多抽了一组Switch和气炸锅 为抽奖活动掀起了高潮 花莲市公所11月27号起 练三天在民权四街封街举办的第一届 原客嘉年华 在现场消费满100块钱的民众 就可以获得一张摸彩卷 这次活动共收回有1800多张的摸彩卷 市公所准备了51份的奖品 在12月1号举行直播公开抽奖 这一次第一届的原客嘉年华的部分 我们也是结合我们黄花东365K的 一个自行车节的活动 那我们未来也会结合大型的赛事 一直继续来办理我们相关的一个市集活动 那这次活动里面也有非常多的市民朋友 跟选手的共同参与 那我们希望未来有机会的话 也可能会跟马拉松相关的运动赛事 来做横向的链接 那当然我们这次在我们的原客嘉年华办完之后 也有一些抽奖活动 其实可以看到在透过直播可以看到我们的奖项 真的非常非常丰富 那未来我们会持续的把相关的原住民跟客家的文化 持续来把它结合起来 那未来用各种不同方式来行销下去 让更多人了解到花莲最特殊的一个原客文化 市长魏嘉贤和喜宾饭店总经理王赞宾两个人 陆续从摸彩箱当中抽出各奖项得奖者 最大奖是最新的iPad Air 由一命无信的民众来中奖 市长还当场打电话 恭喜他不过电话并没有接通 而抽奖最后 市长魏嘉贤在加码送出一台任天堂Switch 还有一台气炸锅 让观看直播的民众还翻天 而市公所也提醒中奖民众 要在12月15号之前领奖 否则会适同放弃中奖权益 而奖品要延到下一次抽奖活动再抽出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